不久前,一位网友把不锈钢盆子放在煤气灶上烧开水 发现这个盆子不停地晃动,并且关火后也没有停下来 这让网友十分纳闷 起初他认为盆子是被水的强烈对流推动而晃动 于是换成了冷水放在灶头上 结果盆子依旧晃动,看来是另有原因 另一位网友发现他家的炉子上也出现了相同的现象 盆子一放上去就自动震动起来 有人猜测或许是金属热胀冷缩 导致盆子重心向支撑线两侧摇摆 从而形成了偶合震动 但盆里的水会维持底面金属温度相同 因此这个解释也难缘其说 为了研究不锈钢盆的震动原因 我们到一处桥梁工地寻找答案 山谷里刮起一阵大风 然后眼看着巨大的钢拱开始呼呼悠悠地摇晃起来 既然刮风就能让这么大一坨铁开始震动 那么盆子是不是被灶台的热气流推动而震动呢 经网友实验关火后让灶头冷却下来 无论盆子里放冷水还是热水都无法继续震动 所以这种有趣的现象确实和灶台的热气流有关 为了分析热气流推动盆子震动的原理 我们来做个实验 将一个刚性圆珠体放在流体中 并允许其顺流摆动 发现随着流体速度增大 圆珠后面的分离窝也逐渐增强 开始推动柱子摇摆起来 并且每经过一个摆动周期 上下侧分离窝的强度就会交替变化 再继续提高流速 分离窝开始交替出现并脱落 继续推动柱子震动 可见一个能自由摆动的物体 会由于被流面反复被低压的分离窝覆盖 而在流体运动方向上 受到间歇增大的前后压差 于是顺流震动 同时还由于分离窝的交替出现 使物体受到胶变的侧向压差而横向震动 这种现象被称为窝基震动 因此放在灶台上只受两点支撑的盆子 同样是被经过边缘的上升热气流的 分离窝驱动出现了窝基震动 据此有人设想利用窝基震动的能量来发电 于是就研发了一款窝震发电机 这种发电机构造简单 首先找一处有风的地方 在地面上固定好底座 坐在中间的轴孔里 插入一根结实的碳纤维管 作为窝震发电机的支撑骨架 然后再给碳管外圈套一个长筒 并固定在底座上 这个长筒的上端有若干窗口 头顶则固定着发电机的线圈 接下来给长筒内部的碳管头部 安装一个支臂固定座 使上面固定的支臂可以从窗口伸出 由于碳管能够绕着底座的轴孔弹性摇摆 因此只要给头部伸出的支臂 安装一节轻型圆柱体外壳 就可在气流中因窝迹振动而摇摆起来 为了限制外壳的振幅 还需要给底座安装一节固定外壳 并通过顶部的线位阻尼器 来限制上部外壳的运动幅度 最后一步就是给摇晃的外壳内装上一圈磁铁 使磁力线随外壳移动时不断切割长筒顶端的线圈而发电 显然窝振发电机的特点就是简单可靠 占地很少 在风速3米每秒时就开始震动发电 风速6米每秒时即可达到额定输出功率 因此有个两三级风就能正常工作 虽然它的效率只能勉强达到三叶风力发电机的70% 但由于简易的构造和很低的维护费用 其发电成本只有三叶风力发电机的一半 并且对周围的鸟类也十分友好 由于这诸多的优点 窝镇发电机开始受到资本追捧 这提示我们只要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物理现象 也许一不小心你就会迎来颇天的富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电机